1. 先將雙手洗淨並擦乾 2. 用剪刀沿著母乳儲存袋口上的虛線平整剪開 3. 用原子筆在標籤貼紙上寫下媽媽的姓名 集入開始時間、日期以及此次母乳總容量 4. 每個廠牌的儲存袋上刻度不一定準確 建議在奶瓶上確認此次倒入的母乳總容量 5. 以左右扭轉的方式扭開夾鏈袋口並將空氣擠入 切記手不要碰觸內袋圓及深入儲存袋中 亦不可對袋內吹氣 6. 將擠好的母乳懸空沿著內袋圓緩緩倒入 7. 將空氣擠出 由夾鏈袋口往下折至距離母乳約一公分數 8. 最後貼上寫好的標籤紙 放入冰箱冷藏或冷凍即可 母乳回溫 1. 將冷凍的母乳放入冷水中解凍 1. 記得冷水量不要超過夾鏈袋口 2. 解凍後的母乳以左右扭轉的方式扭開袋口 2. 記得手不要碰觸到內袋圓 3. 將母乳倒入玻璃奶瓶內 4. 以奶瓶加熱器回溫母乳 溫度應低於50度C以下即可完成